- 超危險景點 - 超危險景點 當你罹患重病 想不起過往的事情 卻有人找上了你 希望你能夠為被冤枉者翻案 你會是想辦法找出問題點 還是雙手一攤 裝作什麼都沒發生呢? 嗨 我是嘉義 不只分享格雷電影 更希望提供給大家 再多一點的觀音感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超危險景點 劇情講述男主罹患阿斯海默症 生活起居都得要靠各種的字條提醒 原本他以為人生到此為止 沒想到某天收到的陌生訊息 等到見面後才知道 對方希望他重啟救案調查 改變死刑犯的命 為了釐清案情 他重新翻閱了過往資訊 慢慢意識到這起案件 即使大有問題 真凶另有他人 七明年假想問問大家 有出門跟朋友家人走走嗎? 如果沒有出遠門 至少也有外出看幾場電影 度過美好的時光吧 今天嘉義要來跟大家分享 羅素克洛擔當主角的電影 超危險警探 究竟英文片名的沉睡惡犬 代表了什麼含義呢? 首先來聊劇情吧 男主羅伊市民退休的警探 家裡四處有各種提示字條 提醒他如何過好日常的生活 看似沒什麼未來的他 卻遇上了一位陌生人 希望羅伊能夠重新檢視過往的案件 幫助無辜者發案 在發案過程裡面 他慢慢回想起某些遺忘的事 不僅對案情有重大的突破 更讓他開始對昔日好友 產生一定的疑慮 最近當年那場命案 為什麼感覺自己沒有參與到 是不是背後有什麼陰謀 採取無辜的人被關進監獄 沒想到當他越挖掘真相 事情卻開始失控 原先他所預料的最終兇手 是玩弄他人於手掌中的女主 但是最終痛下毒手的是自己 也就是說 羅伊才是兇手 老友為了想辦法掩蓋男主的過錯 只能夠隨機找上被害者 讓他能夠順利的脫身 最後所有的案件參與者 都沒能夠存活下來 只剩下男主與無辜者 男主依舊全身而退 真相將永遠留在他的心中 作為一部懸疑電影 前半段確實做到了一定的鋪陳 快速讓觀眾們理解到 男主的身心靈狀況之外 也會後續的劇情發展 留下不少的細節 在男主的自我覺察下 真相看似逐漸的清晰 身旁的人也開始有所動靜 不僅過往好友頻頻出手 提醒他別再探究過去 走在路上更是差點被人撞上 很明顯能夠看出有人想置他於死地 可真相就在眼前了 只能夠說放就放呢 最後當真相開始明朗 男主也意識到自己過往犯下 撞不到的錯誤 即便是被女主射下圈套 可動手的依舊是自己 也是觀音的你我 意識到語言的可怕之處 接著得要來聊聊 女主那厲害的口條了 在劇情中段 即使很明顯能夠看出 他有很強的事業心 為了取得成就 不惜利用自身的肉體 讓身旁男性掉進圈套內 為他做出各種的不堪入目之事 如果不從他就會使出更可怕的手段 就是要讓你變成他的傀儡 當然這邊並不是說 對事業心中就是壞事 只是當你想方設法 要在這個世界上面成為眾人目光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用自己的實力 讓別人對自己心服口服呢? 而這樣說是因為 當你體驗過一次的甜頭 就會食髓之味 不斷重複相同的行為 最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想問問大家 你身旁有出現過類似的人嗎? 如果真的遇上了 於是怎樣跟對方互動 有沒有一個不小心就掉進對方陷阱裡 永遠無法自拔呢? 再來本編有不少細節 能夠滿足喜歡推理的觀眾 像是男主有一個相框 但被毀得很徹底 完全看不出照片上的人 留下了一個伏筆 接著就是叫做他怪異的癖好 還特別向觀眾們展現某一段影片 讓大家對畫面上的女性有一定的印象 再透過各種的劇情推進 讓觀眾們理解到 原來之前看到的人 正是男主的前妻 為了避免過往的憾事發生 於是決定就醫治療 沒想到誤入歧途 無法面對男主的他決定離開 男主才會份額的向教授出手 成為了最後的兇手 可是所有的一切 都是女主精心設計下的陰謀 只要男主毀了教授 教授的成就就會變成她的 在足多的鋪陳與演員呈現之下 讓超危險警探成為一部值得於看的電影 總結 超危險警探是不可看的電影 電影講述了不少現今常見的議題 如何保護好自己 是你我得要學習的 此外 冷靜地面對狀況 不衝動形式 也很需要練習 讓你一個不留神 造成人生的憾事發生 你覺得會有人伸出援手 幫你擋下即將到來的災難嗎? 我是蝦瑜我們下部影片見